你可以看到在高雄市的桃園區這裡是已經沒有再下雨了 其實在稍早的時候還可以見得到陽光 所以呢在台20縣97K處的溪底便道 搶修工程大致上是已經完成了 其實呢在現場你可以看到 還是有一些填土的工作還正在進行當中 就是希望這個溪底便道可以再穩固一些 那麼地區公所他也表示了 現在整個桃園區也只剩下玉碎農路 正在搶修當中 也預計在22號的中午之前可以把它搶通 得知溪底便道搶通之後 困在桃園裡的族人想要趕快回家 現在就是父母親都在家裡很擔心 希望路趕快通可以回去這樣子 而原本區公所預計台20縣97K處 可以在21號晚間可以搶通 但是晚上也突然開始下大雨 整個搶修工程無法如期進行 施工人員守在原地 看雨室趨緩立即搶修 搶修工程一直做到今天凌晨3點 直到上午好天氣搶修才順利完成 那今天早上我們也看到了這個現場 有大概我們有六七步的怪手 跟四步的這樣的一個大卡車 就是要去做一個回田的動作 那目前我們這個我們預計今天上午是可以開通的 雖然剩下玉碎農路還在搶修 但是玉碎農路是步行里通往拉夫蘭里重要的連外道路 據公所預計中午之前就可以搶通了 還給族人回家的路 接下來是宣傳島秀高雄桃園採訪報導